相较于北区二八连续假期 华联中南区各乡镇主要道路车流量虽然明显减少 不过警方还是坚守岗位加强交诊勤务 尤其针对风景民顺热门油气区域来进行交通疏导 要让游客民众出游交通安全又顺畅 除了在地面道路定点侧照 玉璃警分局也透过大范围的空拍 随时掌握交通车流动态的变化 一例提供最及时的交通管理疏导 让二八连假的交通都能平安顺畅 不论是在台九县还是花193县道路的重要路口 都可以看见玉璃警分局编排交诊缸或者测速稽查 确保人车顺利通行 远景坚守岗位也让南区交通顺畅安全 刚走马上任的分局长林俊廷也不休息 在交通组长陈伟杰的陪同下 逐一前往各刚哨 亲子掌握 辖区廉价交通的状况 同时送上了运动饮料以及暖暖包 慰绕并感谢每一位同仁 虽然二八四天连续假期 绝大多数出友人潮都集中在花莲北区 不过由于南区有许多热门的游戏景点 人车潮也相当多 因此玉璃警分局也不松懈 加强交正勤务来提供用路人便民安全 友善的用路环境 让大家都能快乐出游 平安返家 记得十一遇蓝玉璃阵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